謝謝主持人介紹 其實會來這裡演講是蠻偶然的 因為上個禮拜我在會計師公會上課的時候 張文彥教授就找我說可不可以談一些東西 其實我的專長是會計審計 主要就是比較屬於企業的 那他說可不可以講一些類似國家體制的東西 或是預算的東西 我說這部分我不是很熟 那我就說 我說要說什麼 我就說那幾年前大概2009年 我們的那個政府機構 也推動這個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 那當時他有邀請我說 內部控制就是會計的東西 他說你可以來幫 來談一談這關於內部控制的事情 但是我去 我就覺得說政府在推動這個內部控制的時候 他的第一個腳步就錯掉了 我就說 你如果想要這樣推動 他一定會失敗 那因為你的認知是不對的 政府在推動內部控制的時候 認知是不對的 所以說 我想說那我今天就跟各位談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政府 他在內部控制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 對任何一個組織 其實都一樣 內部控制要怎麼做才會好 一定有幾個原則要的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主題 他涉及到一些比較專業的 我盡量用淺顯的方式跟各位談 那各位如果聽得不是很清楚 可以隨時打斷我 好不好 那 從這裡 好 好 主持人剛剛講 我說 你進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嚇一跳 我說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 我說 你會看到四五百人 然後幾乎都沒聲音在聽著他上課 其實我進來的時候看這麼多 我真的嚇一跳 從來沒有上過四五百人的課 後面的人不知道看那個 前面看有沒有 有啊 好 那其實說實在的 內部控制 從個人到組織 甚至到國家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為什麼呢 它很重要 因為它就是要確保 你一個組織 它的目標能夠被達成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些 控制的過程 那我等一下講 各位應該就知道 那我現在因為 在座的很可能對於內部控制 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說我先談一些內部控制 一個主要的東西 然後順便再連帶帶到說 目前現在政府的內部控制 到底犯了什麼樣的問題 有時候 老實講真的啦 我們現在政府的表現 各位應該都可以體會 都可以感受到 不但沒效率 不但沒有效果 那老實講真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不是很滿意 其實內部控制 有很大改善的空間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連帶的 跟各位談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時間也很有限 我盡量用淺顯的方式 好 首先 還是要跟各位先 介紹一下內部控制的主要的目的 他主要在講什麼呢 就是說 他主要是由這個 這個組織的治理單位 管理階層跟所有的 這個組織的人員 他們設計執行 維持的管理過程 他主要在合理的確保 這個組織的目標可以被達成 也就是說你的目標定出來以後 我怎麼讓這個組織能夠達到 目的的一些管理的流程 那這個流程呢 如果當然做不好 當然整個這個組織的目的就達不到 這個小到個人都一樣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說 譬如說 很多我在學校教書 有時候學生堂問說 老師我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說你未來的規劃是怎麼樣 我說我可能已經到大四了 已經都快要出社會了 還問我說他將來要做什麼都搞不清楚 那我說這樣不對 你應該先有一個目標定出來 目標定出來以後 你在要達到這個目標 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你要去考量的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什麼 內部控制的五大要素 要有這五大要素 內部控制 你才能夠確保你的目的能夠被達成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這個組織也一樣 其實我今天對這個組織不是很清楚 因為張教授沒有跟我討論清楚 我相信你們有自己的組織的目標 那這個目標不是用嘴巴喊的喔 你的具體做法是什麼才能夠達到 一定要有一些的管理的過程 這個就是指內部控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個內部控制 你說這個組織有什麼目標 大概我們可以把它歸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什麼呢 譬如說這個好像怪怪的 譬如說第一個我們要去看什麼東西 這個組織大概對我們來講 大概有三個目的 政府也一樣 大概有三個主要的目的 一個組織大概有三大類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 他要去做可靠的報導 他的報導 要可靠 任何一個組織他都必須要 跟他的利害關係人溝通 溝通 譬如說對一個企業來講 他可能需要編制財務報表 給他出錢的人 去了解他的錢用料 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賺多少錢或賠多少錢 那政府他必須要去對外一些報導 譬如說他可能要把他的財務報表 公告給民眾知道 大家繳著睡 他運用的狀況是如何 那這個報導過程當中 我們怎麼去確保這個報導 他是可靠的 是可信的 那這個就是什麼東西呢 內部控制一個很重要 其實會計書 我們會計 像我們這個領域的 他只關心這個問題 就是你的財務報表 有可可嗎 我們內部公司可能只在意這個 可是對一個組織不夠 他還要再注意什麼 這個組織的運作 是有效率跟效果的 經營一家企業 你不能說經營就一定會賺錢 可不一定 你一定的經營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什麼 確保他的效率跟效果 有效果的經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老實講真的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啊 對不對 其實政府的單位 經營整個的運作有沒有效率 其實沒有效率 那到底他做出來的決策 實施了以後他的效果如何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通常也不是很好 像有時候呢 我們去公家機關辦個事情 你就會發現 這個公家機關的效率效果非常的慢 像我們 像我最近呢 剛搬家 然後常常要到地鎮到戶鎮去 常常去就找不到人 那個鄉公所啊 區公所 常常就找不到人 然後辦個手續 常常就要跑好幾趟 這個什麼 政府的管理其實非常非常鬆散 大概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那再來就是什麼 這個組織 常常有一些法令要遵循 我們做法律的遵循 那他要確保什麼 法令的遵循 其實政府在這部分 他是要求算蠻嚴格的 他有任何的 很多法令他是有一些嚴格的要求 不過還是 有一些地方 還是值得我們在討論 所以一個 一個組織 他的三個主要的目標 大概就是這個東西 我相信 不管是任何 包括我們這個組織都一樣 基本上也要確保這三個目標 能夠被達成 那其實 在這個地方 我個人比較認為 我們的現在目前的政府 他整個內部控制裡面 財務報導基本上是靠主計單位 主計就是會計 其實他是相當嚴格 而且其實他嚴格到失去彈性 所以各位如果說你有跟政府機構的會計 主計人員打交道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 他已經很僵化 一板一眼了 其實會計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政府的會計是非常非常的什麼 僵化的東西 所以前一陣子那個教授 常常會被說什麼 說什麼 像柯文哲會逼著這個樣子就是怎麼樣 他在研究計畫的過程當中 他把一些經費因為他挪不掉了 他就是說我用到另外一個計畫去 可是就主計單位來講他認為不可以 那他的組織是非常非常僵化 那個規定是非常非常僵化 那很難做啊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們在學校做研究的時候 國客播給我們得到一個 比如說我們去取得一個研究計畫 他就跟你講說 研究計畫什麼不能買 只能買什麼只能買什麼 可是問題是 他可以買的東西呢 我們基本上都不太需要 那又給你錢啊對不對 然後照理來講要是我的話說 你既然是補助他的研究經費 那就他具名簽了就好 各位聽懂我意思沒有 可是他又一定要限制你那個 比如說文具用品你不能買 這個也不能買 那我們就說那你要給我們花什麼錢 就有點像那個之前那個 那個市長的那個記要費一樣 他是要撥給你的 可是照來講他又要你什麼 要拿這個跟這個做市長相關的這個什麼 憑證來 所以連馬英九都這樣子啊 給那個他的小小小小小狗吃的那個 他都拿來報啊 那以前都無所謂啊對不對 那結果後來爆發的時候 很多人都什麼 這貪污 照理來講這個就是什麼 制度上的我覺得是需要去檢討 像主計單位這一個部分啊 老實講真的他是非常嚴格喔 但是呢 嚴格到他失去彈性 他不是沒有問題 但是他失去的彈性 好 那我們學會計的人喔 常常跟政府的會計的人講說 欸會計是活的喔 你千萬不要把那個當做很死的東西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喔 譬如說公務機關喔 你去出差啦 那他說高鐵你只能做一般的 一般的倉等喔 你不能做商務倉喔 你只能說啊 譬如說就報那個 這個這個 一般的這個 譬如說一般的對號 那個叫什麼 對號入座那種倉等對不對 結果那個我們 會計有一個大佬他就在罵 他說他有一次 因為他 年紀比較大了 他可以 打對折的樣子 年紀大可以打折嘛 然後他就去買那個商務倉 其實打折下來 他比一般的倉等還來的怎麼樣 還得便宜 然後他出差回來以後 就跟主計單位申報的時候 主計單位不讓他報 他說我們的規定只准你做一般的倉等 你不能做商務倉 可是他商務倉的代價其實比那個什麼 一般的倉等更便宜 然後就不給他報 他說氣炸 他說怎麼有這種規定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政府 那個很多制度 缺乏彈性 這個是我們需要去檢討 那其實政府機構 往往是什麼東西呢 最大的問題就在效率跟效果上 他沒有任何機制 其實各位都知道 我們只要跟政府接觸就好 其實公務人員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缺乏誘因 他做得再好 很可能他的所得沒有任何的影響 那這樣的話呢 最好的就是怎麼樣 我能推就推 所以說各位應該跟公務人員接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我在公立機關 常常就發現這種現象 因為大家都 因為薪水都一樣 那沒有任何機制 你做得更好的話 我的烤機呢 可能都是輪流的喔 輪流的 那主管也不太願意得罪人 都輪流 那好的人才就會開始有什麼問題 我做再好 可能會拿不到更多的機力啊 所以大家就開始推工作 那最大的利益就是什麼東西 我能夠盡量推就盡量推 我做得比較少就是獲利最大 我常常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台灣很大的問題 像我們在學校老師 我常常在開玩笑講說 我們的高等教育其實是共產主義 不管你哪一個學校 不管你的研究做得好不好 不管你的書教得好不好 大家的薪水都一樣 都一樣喔 都一樣喔 我反而有時候覺得說 我們的對岸 中國大陸他們叫高等教育 反而是什麼 是資本主義的體系 你可以教得更好 你可以這個發表 研究做得更好 你的薪水可以跟其他老師完全不同 完全走美國那一套 那我們的高等教育 反而走的是什麼 共產主義那一套 其實這是很不好的 我們百年素人 我們的這些高等人才的教育 竟然是這樣在走的 這就是我們的 我們這個政府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沒有這樣的一個激勵的措施 所以說而且說實在的喔 我們的政府機構喔 我在2009年的時候 政府在推動的時候 其實我都已經發現了 政府對內部控制的認知 事實上是有問題的 他不曉得內部控制到底在做什麼 他覺得是什麼 內部控制就是主計人員 就是會計的單位的責任 那就把這個推動的工作 就交給主計處 行政院主計處 我當場在研討會上就跟他講說 這個你們推動是不會成功的 就不會應該是不會成功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原因 那這今年喔 因為我有碰到一些主計單位的朋友 我說你們那個從09年推動到現在 也有三四年的時間了 我說政府你們的內部控制 推動的效果如何 他說唉別提了 沒有人理我們的內部控制 我說為什麼 他說只有主計單位在遵守 其他的經濟部 內政部 他根本就不理我們 我說這當初我就講過 我說你們這樣推動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最高行政的頭頭 他對內部控制的認知是錯的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所以說我們政府現在目前在目標上面 其實他的認知本身就有問題 好 那各位想想看喔 一個組織喔 的內部控制能不能百分之百 防止所有的我們要達到的目的 完全可以百分之百確認呢 老實講 不太可能 好 內部控制不是萬能單 他也不太可能能夠百分之百的 防止一些錯誤跟舞弊 不太可能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是什麼 譬如說 內部控制 他是在設計的時候 他一定會考量成本跟效率 什麼叫成本效率 就是說 我要去做這樣的防止 做這樣的措施 一定要 確保什麼呢 能夠百分之百的 就是說 他帶來的效益 一定要超過他的什麼 成本 如果你 如果你 花的成本太高 他帶來的效益怎麼樣 不夠的話 這個是不好的內部控制喔 各位聽懂意思沒有 所以 老實講真的 我們的內部控制 他不會追求百分之百的 有效 不可能 為什麼 可能成本太高 這是第一點 所以內部控制 他可能還是會 有一些漏網之魚 讓他會 有時候還是可能會發生錯誤跟舞弊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們可能在設計上 會設計不良 其實很多政府的設計的制度 事實上都有問題 他在制度面設計的時候 就不良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學會計的 我就談會計好了 我們 現在目前的這個政府 他都覺得什麼都要管 像會計一樣他也要管 最近呢 各位應該不曉得有沒有注意看 因為這個是比較專業的 我們立法院 又剛剛把所謂的商業會計法又發布了 那個是立法委員 老實講真的 他不懂會計 他只是從他自己的職權的角度去考量這個問題 他其實那個商業會計法 一發布以後 其實在座的可能 是不是都中小企業 可能有中小企業的老闆 老實講真的 我們現在中小企業 有沒有真的在遵守這個商業會計法 我老師跟各位講幾乎都沒有 那這個 可是問題它是法律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如果將來有任何的訴訟 上了法院以後 每一家公司你都可以用什麼 說你沒有遵守商業會計法 然後判刑喔 那個是有刑法的喔 老實講真的 在美國不會這樣做 美國他覺得沒有需要管的 他就讓他很自由的去發展 他不會讓你說我一定要管他 那這個制度上就是什麼 老實講真的 名字不可為而為之 可是他又是法律未接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造成企業很大的問題 在訴訟過程當中 你將來最後就會發現 正義不會站在正義的一方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自己本身也在那個 審計準則委員會當委員 那個法院曾經發一個罕見 到審計準則委員會來 問我們說 他說 叫我們回答說 這家公司看他的財務報表 能不能看出來說 這個股東有一些 股東往來投資到這個公司 有4000萬的交易 這個怎麼看得出來 那個就是假賬 你知道嗎 各位職務界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外賬 其實外賬其實都是假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 問我們這個問題呢 因為那一家的公司 他的兩邊的股東有糾紛 合夥人有糾紛 這個合夥人呢 他希望呢 不要承認他另外這一邊的合夥人 有拿出4000萬到這公司來 他要讓他 就是說 他不要承認這4000萬的往來 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跟法官講說 你看 這個賬 上面沒有出現4000萬的投資 所以他沒有 老實講真的 他怎麼知道 他怎麼 這個外賬怎麼會有 這個內部往來的交易呢 那是外賬 那這個到底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說 他說這一邊的股東啊 他要你吃一條罪 賬載不死 就違反商業會計法 那個是4年的徒刑喔 他說你要嘛 就是承認那4000萬你不要了 要嘛就是你們做假賬 4年的徒刑 這個很多的制度上設計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那這個呢 台灣有很多的那個觀念 我們政府的觀念 都沒有改善 制度設計上出了問題 好 那但是他沒有想到 未來的後一陣是什麼 老實講真的 我們現在立法院 我真的認為是這樣的 很多的亂員都從那邊就開始 所以立法委員的素質 我老實真的 真的是需要我們去提升 我都覺得說 當然這個是政治制度的問題啦 我覺得像立法委員他要大選區 他不能像現在這種小選區老實 因為現在你會發現這種的立法委員 都是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為什麼 我小選區我只要這個地方服務做好就好啦 所以他的眼光只有說 要怎麼去爭取這個區域的利益 我怎麼把這個利益綁在一起 他們以後都投票給我 那這種人怎麼會有宏觀 在規劃整個國家的制度呢 對不對 老實講真的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應該 立法院真的要改善 好 那等一下還有一些問題 我慢慢再跟各位提 好再來 管理階層的漁業 內部控制 老實講真的 他可能對低階的人有控制 有約束力喔 可是對那個高層 他可能約束不到 他會漁業內部控制 那漁業內部控制 老實講真的 在我們政府都看得到 老實講真的 我們現在很多政府發生很大的弊案 像什麼 像那個 臺北市政府 那個什麼雙子星 老實講真的 在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個一定是什麼東西的 高層他漁業內部控制 然後下面跟著配合 一定是這樣子 否則政府是層層在把關的喔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很多的弊案真的是不可思議 老實講真的 大部分都屬於什麼東西 管理階層我們這個政府的領導人 他漁業的內部控制所造成的 導致於這個組織的 會發生一些舞弊錯誤 甚至目標沒有辦法達成 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內部控制 沒有辦法發揮作用的一些主要的問題 再來就是串通 內部控制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說 他希望一個交易或是一件事情 不要有一個人從頭做到尾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個人包辦所有的 一個比較從頭做到尾 他很可能就會有舞弊發生 而且有錯誤沒有辦法被發現 所以我們都希望什麼東西 希望說一個交易裡面 他有不同的人來執行 那後面的人可以去監督前面的人 就像我們實務上各位也常聽過 管錢的可不可以管帳 不可以喔 在一個企業裡面管錢的不可以管帳 那我如果說 做執行的人可不可以來做績效的評估 不可以 因為這個變成球員兼裁判沒有意義 所以說呢 在我們的內部控制裡面 我們都會要求什麼東西 要職能分工 可是老實講真的 人在一起就會串通有可能 其實政府裡面呢 除了管理階層會逾越 其實通常就是串通所造成的 其實公務員 你看我們公務機構 那個公務員上面是不是蓋滿了章啊 運了很多人的問題 其實蓋章簽註意見 那個就是內部控制的一環 層層的在把關 可是你發現層層把關照樣會出事情 為什麼 串通了 所以說各位 如果一個重大的一個舞弊案件 那個如果你要調查的話 絕對不可能怎麼樣 只抓到個人 他一定是一個像肉髒要刮到一關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以清風的那個案子 老實講真的 他根本調查不出來 一定調查不出來 那為什麼調查不出來 那如果關起來 一定是像肉髒 而且這些肉髒都是很大顆的 這種 都是誰 都是這些 因為那種案子 不可能是底下的人 各位聽懂意思沒有 那那個查下去真的會動搖國本 因為不是只有 台灣的那個肉髒這麼大顆 可能還有中共那一邊的 甚至於還有法國那邊的 很大顆的 那個案子啊 根本就查不下去 涉及到都是國家領導人 所以說各位不用期望 那案子會水落石出 不可能 你從內部控制的角度看 就是不可能 好 那再來是什麼 人 內部控制再怎麼嚴格 都需要人來做 那這個人 他的專業能力夠不夠 他的品性好不好 很可能就會怎麼樣 判斷錯誤 會判斷錯誤 其實內部控制 每一個人都是責任 知道嗎 我相信各位 在公司做事情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職章啊 都是我要簽合什麼都蓋章 對不對 那那個職章 本身就是什麼 內部控制說 我叫你做這個工作 你做完就上面蓋章 以示負責 可是我在蓋這個章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判斷 這個交易應該這樣對不對 那數字對不對 那我確定了 我再把它蓋章 那這個就是什麼東西 我們需要人去做判斷 所以內部控制 老實講真的 是公司每一個人 都是內部控制的螺絲 每一個都有責任喔 所以說這是什麼呢 我們是要錯判斷 還有內部控制 常常會什麼問題呢 因為呢 內部控制 我們一般來講 一個好的內部控制 它必須要隨這個組織 的情況來做調整 就有點像什麼呢 就有點像各位穿的衣服一樣 你今天穿的衣服可能很合身 可是十年前 你還年輕的時候 你可能比較瘦 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把十年前 衣服再拿來現在穿呢 不可能 它要隨著組織的一些因素 然後要去做一些調整 要量身訂做 可是常常很多的組織 它在變化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體認到說 喔原來的內部控制 它已經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 所以在企業裡面 它有一個單位 會提醒企業主 喔你的內部控制有問題 你要修改了 那這種機制 一般來就是什麼東西 叫內部集合 的人員 他會告訴主 喔你這個組織有問題 沒有在運作 可能需要修改了 那往往呢 就因為這些因素呢 造成什麼 該修改的時候 它本來很好的內部控制 它沒有修改 然後就開始失效 所以內部控制 必須要隨時隨時在檢討 這個是 它的先天性上的控制 好 各位再來看一下 問題是 一個好的內部控制 沒有那麼簡單喔 沒有那麼簡單喔 好 各位可以想想看喔 像我們剛過世的 那個經營資深王永慶 他台塑極短的規模 有那麼大喔 各位想想看 你看這個老闆 怎麼去管一家公司啊 對不對 他幾萬人的公司 他怎麼 讓這些人 幫他賺錢 幫他的股東賺錢呢 所以老實講真的 王永慶就是所有會成功啊 就是因為他對內部控制 非常的怎麼樣 非常重視 我們台灣有很多企業的內部控制 很多都是學那個什麼 台塑集團 把他的制度移出來學習 王永慶這個人 老實講真的 他非常的注重制度 那這個內部控制制度呢 他非常非常注重 所以說你看他經營的很好 而且呢 你會發現喔 他經營的很好 但是他不見得會很累 不像有的企業家說 喔喔喔 從長忙到晚 累的半死 他其實很輕鬆啊 他就完全交給這個制度在運作 好 所以說一個好的經營者 當組織規模大的時候 你真的要靠制度 而不是靠人 好 像我們台南有一家 也各位應該都知道啦 那個奇美實業 你看那個許溫農 你看他在講什麼 阿拉拉小提琴啊 釣釣魚啊 人家公司很賺錢 對不對 他有真的像那個 那個很多大老闆們 哇從頭忙到尾 全球跑透透嗎 他不需要 他就把制度弄好以後 然後就交給制度去運作 一個好的什麼東西 一個好的組織 大概都這樣做 老實講真的 我們今天馬總統有做到這一點嗎 什麼都要自己來 然後自己的 老實講能力也不太夠 對不對 做定出來的決策 老實講也不見得很正確 然後什麼都要勢必公親 他不相信下面的人 只相信他周遭這幾個人 老實講真的 這制度怎麼會成功呢 好 老實講真的 領導人真的很重要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柯講 為什麼領導人很重要 好 內部公司其實一個蠻複雜的體系 那你說一個好的內部公司 要有幾個主要的要素 我們來看這個 今天的重點在這裡 各位考試會考對不對 好 其實考試很簡單 好 這個 因為今天這個講的是 比較屬於我們會計蠻專業的 好 那我們只是讓各位有基本概念 好 一個好的內部控制 一個組織喔 好的內部控制 第一個最最重要的要素 我們稱之為叫控制環境 什麼叫控制環境呢 就這個組織的領導人 管理階層 他是否對內部控制有正確的認知 以及重視 重不重視這個 然後最後呢 以身作者 並建立整個組織的 整個這個 誠信的文化 這個會聽起來很抽象 可是老實講真的 我們在外面工作這麼多年 我們真的覺得一個組織會被成敗 管理階層的這種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我老實講真的喔 台灣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 完完全全受到最高領導人的態度 是不是這樣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 你知道我們現在馬總統就很 很在積極實現他 他父親的遺願嘛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態度 所以你知道我們現在下面這裡 你會看到我們總統是這種態度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情況 衍生出來就怎麼樣 譬如說 什麼國打個球啊 什麼國旗不能掛 對不對 只要碰到中國大陸 我們就挨一劫 變成是這個樣子 然後對大陸的開放政策也是 好像覺得賣給他都無所謂這樣子 那整個下面他用的人就是這種態度 我們這個領導人就是這個態度嘛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風向球嘛 那他就看我們應該這樣推動 這樣才能夠獲取他的重視 所以老實講真的 這個領導人他的那個認知 他的價值觀在哪裡 就影響到整個組織 王永慶很在意很注重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制度 他下面就知道 我就照著制度走就對了 我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各位聽懂這意思沒有 那這個就是什麼 領導人 我常常在講一個問題 小到什麼東西 我常常講說一個小朋友 一個我們說年輕朋友 這個學生喔 他的品性 他的價值觀的培養 各位想想看 他最大因素在決定在哪裡 蛤 老實講就是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的價值觀是對的 他的父母注重什麼 這個小孩子大概就是 會變成什麼樣子 老實講真的 一點都沒錯 我在企業界也做過事 常常有時候老闆會叫我 推動一些制度 其實我都會 觀看老闆說 他對這個制度的推動到底重不重視 如果他不重視 我通常就會跟老闆講說 老闆 如果你推動這個制度的態度 是這個樣子 那麼你會遭遇到什麼困難 可能到最後是不會成功的喔 是不會成功的喔 那我就跟他講什麼東西 其實呢到時候不成功 其實你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我在推動這個制度的人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在2009年喔 2009年大概民國98年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啊推動一個叫 政府開始要注重內部 你看喔政府都這麼多年了 到2009年才說要推動內部控制 老實講真的這是不不可示意的 這麼大的組織 還還不知道內部控制的重要性 2009年說要推動了 然後呢 當時的行政院 應該是吳敦義喔 他就把這個內部控制的推動 交給誰知道嗎 交給行政院的主計處 來推動 那這個行政院的主計處 各位知道他負責什麼啊 就是負責公務機關所有 台灣所有公務機關的會計系統 那我問各位一個問題喔 內部控制只涉及到會計嗎 他不是耶 他還涉及到 涉及到什麼 比如涉及到剛才講的 效率跟效果 也涉及到什麼 像剛才講的 很多法律的遵循 有很多的法律遵循 其實跟會計沒有關係耶 你看我們的食品安全 一直出事情 對不對 食品安全跟會計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關係啊 可是你會發現 他都沒有想到 他就把這個工作 就交給主計處 我當初在座談會的時候 行政院主計處 還有監察院的審計部 都在那個研討會上面 找我們學者去做座談 我一看到 主計處在主辦這個活動 我就很不客氣就講一件事了 當然我說不客氣 當然我還是有點收斂 我就在講說 其實內部控制的主要目的 有剛才那三個 你今天把內部控制交給主計單位 這個對嗎 主計單位有辦法達到 後面那兩個目的的達成嗎 沒有辦法達成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當初的行政院長 他其實對內部控制的認知是什麼 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認為內部控制只有跟誰有關係 跟會計有關係 所以他才會把這個工作推給誰 把這個工作交辦給主計處 由主計部去推動 其實主計處 行政院主計處 他其實也很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有主計人員跟我反應 他說有主計來推動是推不動的 可是問題是行政院主計處的主管 沒有跟行政院長跟他講這件事情 後來他只好默默就承受就做了 老實講真的各位知道 為什麼交給行政院主計處 內部控制會做不好 一開始我說不可能推動的 為什麼 因為當你這個工作交給主計處在執行的時候 只有誰會聽主計處 只有主計系統 內政部會不會管你 經濟部會管你 老實講真的 所有的部會都不會管你 好這個時候呢 你會去推動的時候 你行政院啊 比如說經濟部啊 內政部 你派人來 來推動這個內部控制 他們會講什麼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你跟我是平行單位啊 是不是 結果你就最後就發現 其他的部會 完全不會理會主計人員 完全不會理會 一定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這個 要做這個工作 誰要出來推動 其實是行政院長 要下來 然後跟所有部會宣稱說 我們現在為了要提升 剛才這個政府部門的三個主要目標 能夠達成 我們開始要推動內部控制 你們各部會都要全力配合我來推動 那常常呢 這個是需要協調 橫向協調 那行政院長就要出席這種協調會 有爭議的時候 我要下來裁決應該怎麼處理 那你想想看 主計長 他才有那個權限去協調各大 部長都比他還大 他怎麼協調動得了呢 所以到最後 就如同我現在 我當初的預期 其實到最後內部控制 只能著眼在主計處 他其實沒有辦法推動到 整個政府所有的組織 政府的組織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今天一個組織的領導人 如果對這個內部控制 他根本認知就錯了 甚至於他根本就不重視 老實講真的 那個都推動不起來 都推動不起來 所以說一個組織領導人是很重要的 好 這是第一個步驟 老實講真的 一個控制環境不好的組織 也就是他的最高的領導人 他如果不重視內部控制 然後他對內部控制不重視 其他都不用提了 他是所有內部控制的基礎 內部控制的基礎 所以說各位 如果你要讓你的組織 有活力 要達到你的目標 老實講真的 一個領導人 就要把他的價值觀 以身作者 然後傳達給所有的組織 然後你注重什麼 你的下面的員工就會注重什麼 否則老實講真的 不可能做得好 這個是我們現在政府單位 最大的問題所在 他對於內部控制 並不是那麼了解跟重視 所以說你可以知道 台灣整個政府的運作 是非常非常沒有效率 政府每年花的預算 不斷的在增加 然後跟你講沒錢沒錢 可是你如果仔細看 政府花錢是非常非常浪費的 每個單月的預算都浮編 到最後都用不還 那用不完透過是什麼 到年底的時候他就亂花 你說他為什麼要亂花呢 因為他說他花不掉 他明年會怎麼樣 預算會被砍 這種的制度不斷在惡性循環 不斷在惡性循環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我們的預算體系 我雖然不是政府機構的專家 可是我們從會計的觀念來看 政府如果這個制度再不改善的話 警衣永遠都不夠他用 都不夠他用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 政府單位到了年度結束的幾個月 你會知道錢都開始亂花了 開始亂花 是蠻嚴重的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政府都提不到一個辦法 還有我問各位大家一個問題 錢花了沒有效率又怎麼樣 沒有關係 我們的績效評估說 你沒有把錢花完 就代表你做事不利 他沒有想到說錢花下去 完全沒有效率沒有效果 各位聽懂這意思沒有 所以我們的政府到目前為 財政這部分完全都沒有 老實講真的 台灣現在我都很擔心 為什麼 我們現在政府不斷的在借錢 然後呢一直在 一直在借錢 借錢的意思是什麼東西 我們的下一代 他將來繳的錢 將來要大部分拿去還 本金跟利息 真正用在他當時的支出 就會怎麼樣 大幅的減少 所以為什麼憲法都會 都會什麼樣 都會去限制一個政府的一個舉債額度 為什麼 你今天花的是未來的錢喔 對不對 那你會跟你講說 你看我真的這麼多建設 可是很多建設是沒有必要的 沒有必要的 可是等到問題發生了 他已經下台了 說不定已經做股了 你看看 所以政府真的需要有一套的機制 來怎麼樣 來控制我們的預算 來評估他的經營效率跟效果 不是錢花了就是 花越多 把預算全部花了 叫百分之百執行 這最有效率 老實講真的 各位有沒有看過最近的新聞 德國今年開始 不再舉債 不用再借錢喔 老實講真的 這種政府真的是 非常難能可貴 我覺得所有的國家 我真的蠻欽佩德國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是均富的 均富的喔 人民呢 而且非常的守法 然後政府呢 也把政府 當作一個企業在經營 怎麼幫人民爭取福利 這種國家 你的政治人物真的是這樣 你看那個梅克爾 對不對 身為一個總統 你看他的價值幾乎沒有 還自己排隊買菜 你看他這種 這種國家領導人 這種領導人代表什麼 他注重什麼 他的價值觀是什麼 各位可以看得到 人家已經開始不用舉債了 好 這種國家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 好 各位再看一下 還要什麼呢 那你會問我說什麼 你說內部控制 代表什麼呢 我們怎麼去看 我們可以看這家 領導人的操走 跟他的道德觀 道德觀 好 這不是用講的喔 是你真正有沒有去執行 好 像你看 我常常在講啊 當然 各位可能蠻喜歡聽這個 你看我們那個 馬總統 嘴巴都講清廉清廉 可是他下面的執政團隊 舞弊案一大堆 你還相信他用嘴巴講嗎 我真的覺得是莫名其妙 對不對 老實講真的 我覺得台灣現在最大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每次都跟很多人講說 民主國家最重要就是制衡 我不相信政治人物 老實講真的 就是要有兩黨政治在均衡在運作 我說這種 要達到這個東西 第一個要解決就是黨產的問題 一定要把它怎麼樣拿掉 所以說我不管 我常常在講 我說我不管 那個 我現在最大的目的就是 希望國民黨把黨產什麼 清掉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他不清掉的話 他就會想盡辦法怎麼樣 跟那個那個 社會的這個 這個企業 開始 金 我們說那個金權就掛開掛鉤 然後他的政權可能用什麼 用那個金錢來維護 那他的 所以你知道馬英九為什麼 他叫得動那個什麼 他的下面的這個立法委員 很簡單啊 你不聽我的話 你下次在選舉的時候 第一個我不會提名 我不會給你經費 所以你知道他真正最大是什麼 根本不是總統 而是什麼 黨主席 而黨主席的權力來自於何處 黨產 可是你看 黨產要 要 要還歸於民 他講了幾年 老實講真的 他如果丟掉 真的哪 老實講 他今天黨主席 總統 沒人理他 所以我常常講說 各位啊 將來在選舉的時候 先從制度面著手 希望把這個黨產把它清空 然後民主才能夠回到正常 否則老實講真的 國民黨就是用這種方式在指正 你看那個立法員像什麼立法員 完全不是用全民的那個角度在看 對不對 我黨基處分你就完了 你就只好乖乖的聽話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會發現 老實講真的 台灣有很多民主還 我老實講真的 還不能稱之為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不是這樣在運作的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再來是什麼 專業能力 你這個工作 有沒有交給真正的專業的人來做 為什麼 你這個 老實講真的 我們說常常要講相信專業 相信專業 這個老闆 他如果不相信專業 只要有人來做就好 他的內部是不會好的 老實講真的 我現在看到那個 我們現在政府常常會說 現在很多人講說 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講學者執政 他覺得好像學者是無能 你知道嗎 老實講我們聽的都很難過 我也是學者 好像學者都是無能的 老實講真的 我覺得那些 有很多檯面上的 有些我沒有認識 我覺得他沒有把書讀通 這些學者其實他只有 看到他自己領域一點點的東西 他沒有全面的什麼 那個宏觀的角度 這不是每個學者都這樣 問題是 你看我們現在很多的人員的任用 都是什麼 你是我的人 我就派給你 那我們常常有仇佣的制度 這個其實連藍綠都一樣 仇佣 你用這個人的時候 只是因為他當初挺我 所以我就派他去 他可能在這個組織裡面 沒有相關的專業能力 所以說你會發現到 其實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組織裡面 他對內部控制其實不會很尊重 不會很在意 因為內部控制需要由人來做判斷 你這個人在這個位置裡面 沒有專業能力 這個內部控制就不會成功 還有像什麼 這個治理 這個應該是說 這個是審計的角度 就是說這個 你整個治理單位 你的公司怎麼來監控這樣的制度 老實講真的 我覺得台灣另外民主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整個的 我覺得啦 那個組織架構是有問題 老實講真的 我從學生時代開始 我就會很反對是五權分立 其實五權 我不曉得各位同不同意 我覺得五權分立根本就胡扯 你看我們的行政院長 有責沒有權 總統躲在後面 有權沒有責 老實講真的 以這種體制叫我去當行政院長 只是當炮灰而已 各位啊 我們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 我們的監察院跟考試院 根本就是閒差 然後浪費那麼多的名子名高 幹嘛 沒有意義 老實講真的我常常在考試院 改考卷 領最多然後最沒事的就是誰 考試委員 就是考試委員 那個都是仇用性質的 以前阿比爾時代的時候 不是立法委員都沒有嗎 對不對 監察委員都沒有嗎 對那個時候監察院 請我去演講 我一看 所以監察委員的車子 都停在那個停車場裡面 那幾年下來也不會怎樣啊 也沒有怎樣啊 對不對 不是證明他們沒有關係嗎 對不對 所以說我常常覺得說 其實這種監察院這種 都回歸到三權分立就夠了 老實講真的 我真的覺得我們應該走 內閣制 我們應該要走內閣制 這個制度再不趕快修正 我真的覺得台灣真的是 給這些組織的那個 我覺得會脫垮 我們的治理機制實際上都有問題 沒有人在做監督 你看誰有辦法拿中正有辦法 我們那個什麼 直選那個叫什麼 我們那個 我們最近不是要罷免一些立法委員嗎 你看那個制度的事情 根本就不讓你罷免的意思 對不對 創制覆決其實權力早就沒有了 這就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整個的治理的這個機制 事實上是不見的 好再來 管理階層的經營理念這個風格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還有組織結構 那個怎麼樣去做內部 要跟組織結構有關係 我們上次舉一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 不過這個組織結構 一般來講它要跟企業的這個 它的這個目標可能有關係 有一些組織 它可能需要 我們這些下面實際運作人的那個創意 所以它組織會扁平 就是它組織層級不會很高 不會拉很高 就是領導人下面就是各個實際執行的人 可是有的組織會像金字塔型的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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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真的 一層一層的組織結構 像政府這種的 它的內部控制通常會比較好 扁平式的 通常內部控制就會比較差 各位了解吧 但是各位都知道 內部控制 這個組織結構啊 雖然內部控制比較好 可是它可能會失去創意 比較沒有創意 像軍隊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一層就沒有創意 那個組織會死板板 那像有一些高科技的公司 你看它的組織就非常扁平 為什麼 它希望下面的工程師 能夠把創意 回饋到最高的領導人 它隨時隨時溝通 所以其實優雅的話 這沒有意義 但從內部控制的角度來看 組織越扁平的它越不好 它越不能夠發揮那個職能的分工 再來像什麼 人力資源 一個組織絕對要培養怎麼樣 有一套制度在培養它的人員 他需要什麼樣的專業人力 我在篩選的時候 什麼樣的人是符合我要的 然後進來以後我要在職教育 然後哪一些人可以將來稱為主管的 變儲備幹部的 我都要有一套的培訓計畫 那個才能夠怎麼 讓這個組織呢 它的內部控怎麼樣 能夠好好的運作 所以老實講真的一個組織 但是如果你沒有很好的人力資源政策跟實務 運作的掌控 它其實也做不好 所以說一些大企業裡面 它有一些人力資源部門 我們常常講人事部門 它現在做的是人力資源的管理規劃 它進一步的在做這些工作 所以說一個好的組織 好的內部控制 當然就要好的人力資源的政策跟實務 那這個是老實講真的 這是最最重要的重點 老實講真的政府在這個地方 往往就做不好 往往做不好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 風險評估流程 這個有點抽象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講 我常常在學校 因為我都教高年級的 就是大四大三 碩士班博士班我都有在上課 那個尤其是大學生 他要畢業了 他就跑來跟我 他就很惶恐 他說老師啊 我畢業以後到底要做什麼呢 我說這個你怎麼會問我呢 我說首先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的目標呢 你現在要畢業了 你的目標是什麼 他說我還在考慮 我說那完了 我說我可能考公職 也可能考會計師 也可能到事務所先工作 然後再留學 我說你到底是什麼呢 他還在模擬兩可 老實講真的 這個代表這個學生 老實講真的 他不太 老實講真的 這個大概不會出息 有出息 不太會有成就 為什麼 一個有成就的人 他首先就很清楚 知道他的目標是什麼 對不對 好我現在問各位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看我為什麼要先講 內部控制的目標 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組織 先要把目標定出來 然後你就要問什麼 我達到這個目標 要有什麼樣的風險 會讓我達不到 對不對 好目標出來以後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就問他說好 你要考工職人員 你要到政府去 比如說你的個性 好 你覺得只要穩定就好了 好 你說你要考工職 OK 那你一定要走工職的話 一定就考什麼 高普考 高普考現在好不好考啊 我跟你講很難考 比會計還更難考 知道嗎 好我就說好 這個是你的目標 好目標就決定了 你要考高普考的路徑 那這個路徑過程當中 你會遭遇到什麼風險 你馬上要把它找出來 對不對 考不上是一個風險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考不上 你就知道 為什麼會考不上 可能太懶惰了 晚上打電動打得太晚了 什麼什麼 你就開始要知道 它就會造成 你考不上的風險就出來 你會想到 我有什麼風險 你就會想到 我怎麼去防止這個風險 對不對 讓我的目標會達不到 當然一個組織 它比這個學生的目標 其實更複雜 它的風險就更多 老實講真的 我們今天這個組織 我第一天才知道知道嗎 我剛才以為說 我最近有看到新聞 昨天鄭鴻怡 還在訪問一個律師說什麼 我以為是這個組織其實又不是 又不是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我大概現在大概知道 我們這個組織的目的 那各位想想看喔 這個是我們這個組織的目標都出來了 我問你 風險高不高 有人問哪一些風險 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組織的目標 各位就要去思索這個喔 目標 有什麼風險 所以說老實講 這個組織 它就要有一個風險的評估程序 為了達到目標 我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風險 風險都被我們找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能會去進一步思索 這樣的風險 我們怎麼事先去把它防堵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說一個人沒有目標 他一定不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後面他不曉得要怎麼做 他只有在那邊目標 各位聽懂這意思沒有 目標的確定 你要去思索很多因素 我的志向 我的什麼 對不對 有的學生 我的學生 很多學生 來上課的時候說 我要當會計師 那我教的就是審計學 我要當會計師那為目標對不對 可是我跟他相處一段時間以後 話說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我說你的個性不適合當會計師 為什麼 木納 不太講話 然後呢 不善於跟人家溝通 跟女生講個話臉就紅了 那你說會計師需要什麼條件 會計師其實到最後正在運作的時候 除了那個專業上的 就是要跟人相處 如何去開發他的業務 你這樣的個性怎麼當會計師呢 有的人他不曉得他的目標 適不適合他 他從來沒有去評估 所以說老實講真的 目標的決定 我們要很慎重 我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個經驗 我們今天在做一個事情 其實老實講真的 這些的考慮都是屬於我們的策略 我們叫Strategy 叫策略 一件事會不會成功 策略做對做錯 大概就決定了七成左右的風險 你會不會成功光在做策略上面 他就決定了七成左右的成功 策略做了你去執行 有時候會執行不利 可能會失敗 也只佔三十而已喔 所以各位要記得一件 組織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怎麼達到那個目標的策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人才會不會被淘汰 會 好的產品會不會被淘汰 會 為什麼 他策略可能做錯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聽喔 我們過去那個路放影機還記不記得 有的年輕人可能沒看過 以前我們那個路放影機有大袋子跟小袋子 一個叫VHS 一個叫什麼 叫Beta 欸你看 這個代表都有點年紀了 VHS跟Beta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後來 這兩種機種 兩種不同的格式的機種 最後誰勝出啊 我跟你講最後只看到VHS Beta怎麼樣 被打敗 Beta是誰的產品 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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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知道哪一種機器比較好 是Beta 可是Beta後來 在整個競爭過程當中失敗喔 各位知道為什麼 老實講真的 就是他的策略錯掉 為什麼呢 蛤 因為他覺得說我的東西比較好 所以呢 他把市場的定位呢 定在歐美 那就價格定很高 定很高 他說我的機器比較好啊 我就要定很高 那Toshiba說 我這個VHS比較沒那麼好 我要推動到一般的民眾去 對不對 我們這樣一般人都買得起 結果到最後呢 後果是什麼 我們買錄影機 是要看錄影帶 還是要看錄影機啊 我們都要看錄影帶啊 結果呢 因為他賣的價格很貴 買的人就怎麼樣 少 結果我今天在影片製造的過程當中 我要製造的是VHS還是Beta 就是VHS 然後他因為製造大量生產 他就可以什麼樣 便宜嘛對不對 結果呢 買Beta的人就發現到什麼事 我買了機器以後可看的影片就是什麼 反而少 那乾脆連他後來也買了VHS 結果Beta就被淘汰 老實講真的 Sony一直都沒有提供到這個 以前呢我們在看那個DVD 有沒有買DVD的Player 我想說就買好一點就買Sony 一買進來 學生Copy那個影片給我 進去看 買看的 他挑片 他挑片 很多不是正版的 學生錄給我們的 哪裡錄的我們不知道 都不能看 挑片 這也不能看那也不能看 怎麼辦 我最後就把它換掉 只買一台一千塊的來裝 什麼都能看 我反而更好 所以現在很多朋友問我說 你要不要買 DVD要買什麼 你就買最便宜的就好 看到沒有 所以有時候啊 各位永遠要記得一件事 好產品好人才 它不見得會被生存下來喔 我們的策略怎麼做 它 才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策略的擬定是很重要 其實是風險評估 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呢 請各位 不管你是個人 還是組織 你絕對要有這樣的思維 你做事情成功的機率才會怎麼樣 才會增加 才會增加 否則那老實講真的 那個 會成功的機率應該不是太高 好 再來 風險評估流程以後啊 老實講真的 我們今天要達到一個目標 要不要資訊啊 來告訴我們說 現在目前狀況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執行的時候 效果如何 我們可能要去修正我們的做法 這個都需要收集資訊喔 對不對 所以一個好的內部控制 它會包括什麼呢 資訊系統跟它的溝通 我從這個現實 比如說我現在了解狀況以後 那我怎麼去因應對不對 那我這因應的結果 到最後最後怎麼樣 我要回饋給我自己嘛 對不對 對會計來講 它就是 這個交易發生 你怎麼把它記錄 怎麼把它報導嗎 這個過程啊 然後呢我們要把這個資訊 溝通給 傳達給我們這個組織所有 應該要得到這個資訊的人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啊 你怎麼去讓這個組織能夠 該得到充分的資訊呢 對不對 你才能夠評估一下 你過去所做的決策 所做的這些動作 到底效果如何 所以一個組織 你要去了解它的資訊系統 怎麼樣去收集相關的資訊 怎麼樣去把相關資訊 匯報到所有的這個組織系統裡面去 好還有 另外一個叫控制作業 什麼叫控制作業 其實很多人喔 過去很多人喔 都把內部控制 都誤認為是什麼 控制作業 不過它只是內部控制的一環而已 什麼叫控制作業 你看喔 它協助管理階層 確保它的指令 被執行的這些政策跟程序 這什麼意思喔 我說的比較具體一點 比如說 比如說啦 我們對一個盈利事業來講 比如說 我們通常會對我們的銷貨 進貨 銷貨 銷貨同時就會 涉及到說 我東西賣掉以後 我怎麼收錢 對不對 收款 然後進貨的時候 我怎麼進貨 怎麼付款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有很多員工的話 那你有什麼東西 員工的話可能就要發薪水啊 對不對 我們很怕他怎麼樣 出缺情不準時啊 我老實講真的喔 像我們學校喔 不用打卡 不用打卡 學校本來要推動說 開始要用什麼 那個電子 電子啊 用那個 晶片卡 刷卡的方式 學校所有的資源 都全部都反對 各位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還有人用簽名的嗎 出缺情還用簽名喔 學校說要改成電子化以後 為什麼人家會反對 你不用簽名了 就是快刷一下 就知道你的什麼時候上下班呢 你知道為什麼會反對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呢 他遲到早退就 無所遁形 那顯然他之前常常遲到早退 他才會很在意這個制度的實施 推動不了 你看到沒有 推動不了 你說很奇怪 你在上下班 朝九晚五 你來上班打卡 就好啦 然後呢 中午要刷一次 然後中午十二點要刷一次 然後一點的時候要刷一次 他不要了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刷完卡就跑出去了 然後下班的時候再回來刷卡 你叫他回來之後 他中間還要再跑回來刷 他太麻煩了 所以他堅決反對 你想想看 這個組就變成這個樣子 在私人機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公家機關常發生 老實講真的喔 台大政大我們 整個行政體系都很類似 非常非常沒有效率 所以學生 你去問台大學生都一樣 對學校的行政的效率 都抱怨很多很多 其實很多就是什麼 他整個的內部控制作業 非常的鬆散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一個企業喔 銷貨 你就說人家來下訂單我就出貨嗎 沒那麼容易 人家訂單來了 一個規模大的公司 交易那麼大 他怎麼去掌控 他可能要把客戶的訂單 轉換成那內部的一個單去 像什麼 比如說銷貨單 然後銷貨單還要求人要序號 知道嗎 就像統一發表每一張每張都要序號喔 我問你 各位可能不是學商的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統一發表要序號呢 他怕漏記 他怕漏記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序號 如果中間有缺號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可能有漏記 各位聽懂這意思沒 好那我再問各位一個問題喔 可是 人家來說要銷貨給他 你們中間是不是有休息啊 自己有休息在 好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我把這個稍微再講一下 各位知道那控制是會講什麼 比如說人家來銷貨你就賣給他嗎 賣給他又錢收不了怎麼辦 所以每一家公司是不是都有叫什麼 受信 可能一個真信部門對不對 好這個東西客戶 我們當初受過信用調查 說這個額度最多到五千萬 那他現在要這一筆貨 那是不是在五千萬以內 如果五千萬以內 我們就按照受信給他 如果超五千萬怎麼辦 我們可能就不給 或是說我們要給的話 我們要經過總經理特別的核准 他有一套流程在確保什麼 應收賬款不會收不回來 各位聽懂意思沒有 一關卡一關一關 老實講真的 這個就是控制作業 我剛才講打卡 就是控制作業 各位聽懂嗎 你用人籤可能就代籤 是不是 就有代籤的問題 所以呢這個就是什麼 控制作業 各位了解這意思沒有 了解呢 內部控制作業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講 怎麼去評估他的控制作業 好 那各位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幾分鐘 那各位隔員進手 我們休息五分鐘 下課一下